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港台女記者在英文節目默博當中的一句問題 引起了大陸的強烈反應 這名女記者純粹問了一個問題 問問阿玉德世衛會否重新考慮台灣成員資格 當然這個問題是相當敏感 使得阿玉德又炸龍 又扮咳線 扮聽不到 然後就顧左右而言他 竟然阿玉德的反應 就遭到大陸官媒的清許 反而那名女記者被他批評到體無原夫 這個央視有一篇文章出來了 標題就叫做 拿台灣問題碰瓷 世衛就做出最乾脆最硬核的反應 內文就這樣寫 一名香港電台的女記者 拿台灣問題碰瓷世衛組織官員以後 就被對方當職掛斷電話 流露出尷尬的表情 他接不單是世衛在正式場合的態度 亦對這種鑽彎抹角灑花槍的態度 以疫謀獨 齒路不通 就說到借疫情來謀取港獨或台獨 這頂帽子扣大了一點 然後這個內文就繼續說 說台灣申請加入世衛的問題 世衛已經反覆表明了態度 世衛組織是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加入的聯合國專門機構 台灣根本沒有資格加入或提出申請 但就是有些人不嫌麻煩 女女就以各種方式來碰瓷 香港電台女記者仍是這一套 居心可測顯而易見 喊玉得天然免疫 不受她這一套回應得乾脆硬核 這些不當的預設 正正就是反應得出的問題 你怎能假設這名港台女記者 她是一個預設的政治立場 你扣頂帽子給她做以疫謀毒 然後你又假設這名女記者 她都知道答案 但還明知顧問 其實身為一個記者 她向受訪者提出一些尖銳的問題 絕對是她的天跡 反而如果她永遠都要遷就受訪者 好像順著貓毛來劣 兩方面都好像客客氣氣 那怎能夠問出一些觀眾想知道的答案 既然你認為一個中國的原則是這麼厲害的 為何你喊玉得不去大聲疾呼 你就反駁這名女記者 你為何要假裝聽不到 或是假裝就剪線 你大聲地告訴她 將官方的答案 這個官方的答案 不是聯合國官方的答案 是中國官方的答案 既然你捧到阿玉得上天 好像說到阿玉得是你的全權代理人 這些完全是野蠻的行為 沒有尊重編輯自主和新聞自由 當然建制派看到大陸官媒表態以後 相信都會同一口徑 將會在未來這一兩天 便會斥責這名港台女記者 到底港台方面有什麼反應呢 港台機構傳訊及接目標準組總監五萬怡說到 暫時未收到相關的投訴 詳細情況要再作了解 對於這名女記者的提問 五萬怡認為是正常發問 不認為有什麼大問題 他就說 向這個受訪者追問 是採訪技巧之一 對 香港電台是一個公共的廣播機構 不是香港的官媒 不要搞錯 更加不是媒體姓黨 這些人都搞錯了 作為一個記者 他就著台灣的問題 向世衛的助理總幹事阿玉得提問 而阿玉得就借頭借路 扮聽不到繼而就切線 接著再連線以後 就答非所問 喂 現在似乎是阿玉得 他理虧在先 那怎麼會是阿玉得遭到你的報獎 然後這名港台女記者就受到斥責 完全是說不通 什麼道理來 什麼世界 你不能夠逼使所有媒體從業員 他都要有一個自我審查機制 你官方立場是 正如你這篇文章寫到 只有回到九二共識 承認一中原則 真心認同兩岸和平發展才是正路 喂 這一個是你官方的立場 但是香港電台不是一個官方的媒體 不是黨媒 他是一個香港的公營廣播機構 當一名記者向受訪者提出問題的時候 其實他只需要顧慮到 就是到底這個問題和他節目的主題有沒有相關呢 會不會是離題呢 到底他這個問題 是不是觀眾所關心的議題來的呢 喂 或者到底他這個問題 有沒有違反道德的原則 或者是牽涉到傑人陰司呢 他只需要考慮這些 他不需要考慮你官方的立場 或者你官方的玻璃心 如果不是他有很多問題就不用問了 是不是 包括831 那你還問什麼呢 問什麼呢 人帶釋了法律 拿一集了 不用問了 抱什麼選擇 那很多東西都不用問了 全部照本宣科就行了 拿著你官方的文件 這個問題其實兜兜轉轉 又要去到一個原點 就是港台雖然他是一家 受政府公帑資助的公營廣播機構 但是他不是官媒來的 他不是姓黨的 真的不要搞錯了港台的性質先 好 接著我再說一下 關於中國的醫療外交 似乎受到一些挫折 為什麼呢 隨著中國對外的援助活動 陸續展開 很多受援國家對於中國的看法 就有所改變了 但是他們不是變得對中國更加信任 而是對中國更加猜疑 終極原因是什麼呢 雖然這些受援助的國家 尤其是來自東歐和中歐的國家 都對於中國的醫療援助 表示感激 但是他們同時之間 又對於中國這個援助的背後 到底潛藏著一些什麼 政治和經濟動機 而感對焦慮和不安 因為中國在對這些國家 提供援助的同時 就很大力地宣傳 到底中國的領袖如何偉大 中國的制度又如何優秀 反正就將中國打造成一個救世者的形象 這些受援助的國家 是為了確保可以繼續得到來自中國的醫療援助 以及確保得到 他們在中國的醫療訂單能夠富穩 他們當然就不出聲 一不出聲的時候 話語權就會落入在中國的手上 我們早前有分析過 中國有一種心態非常奇怪 就叫做恩主心態 經常強調滴水之恩 就湧泉以報 你以前幫過我 現在我就是湧泉地幫你 他一湧泉幫你 你就大劑了 因為這樣的時候 你這些國家 變相欠了中國一個恩情 明明我對你的援助 應該是無償援助 我不收你錢 你幫過我 我幫你 那就完結了 對於中國來說 當他現在湧泉以報 不斷湧給你的時候 這一刻沒有問你拿回錢 第二天那種道德綁架 和情感勒索 你就真是大劑 這些國家 這一種的心態 不單只是在援助方面 就算他跟你進行公平偶役 明明就是一買一買 我給你錢 你又賣給我 他都當自己是恩主 只是看看大陸 賣東江水給香港 就已經知道了 還叫香港人 要喝水思源 明明連年都加價 東江水是 現在中國 對外出口的醫療物資 實際他仍然保持著 一種恩主的心態 從哪些途徑 可以反映得出 從官媒的報導 就反映得出 有一篇中央電視台的報導 就叫做捷克再次收到 中國緊急醫療物資的援助 看起來好像沒問題 中國的醫療援助 就是免費送給他 不是 連賣給別人的東西 都納入了醫療援助當中 你的援助的門檻真是低 原來這批所謂援助物資當中 還包括了一批快速檢測試劑 後來捷克方面 他不斷投訴 你的試劑準確讀兩成 那批 人家給錢買的 都納入了援助當中 你有什麼辦法 不用讓這些國家 對於中國加強了懷疑的態度 再有一件事就是 原來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早前有一輪手露電話外交 打了給很多歐洲國家的領導人 表達出中國的善意 但是唯獨是留了歐盟的委員會主席 這個就被人覺得 到底你是不是想架空歐盟呢 是不是覺得歐盟是中國的競爭對手呢 因為當中國對於個別的國家直接接觸 但是唯獨是留了歐盟的時候 你就會在歐盟感覺到威脅了 喂 到底你是想搞什麼 是不是想挖長腳呢 你很難免讓人這樣猜疑 再有一件事就是 喂 你的物資也是有些問題 是不是 那些準確度又低 給那些國家投訴 包括捷克、土耳其和西班牙 都分別作出了投訴 指你那些所謂的檢測試劑 準確度很低 當中國要展開醫療外交的時候 原來你的產品質素都這麼頑皮 你的產品都信不過 叫人家怎麼相信你 好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